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排亚太最受游客欢迎的目的地第五位 外劳娶大马女子是违法的行为 副内长就说要撤回她的工作准证 而且马上遣返回国 不是死缠烂的 是抱持希望 塞福丁说西蒙和一党合作还是可以谈的 是不是骨牌效应真的来了呢 更多的集资公司传出崩盘 但是却有人还是爱相随的 之前JJPTR就是传出了崩盘的消息 但是因为它涉及的投资者的数量是真的真的很多 而且不只是在国内 甚至是在海外一些国家 也是有人涉及也有人在投资的 所以就引起了全程关注 那在两个星期之内 其实又有其他八家类似的集资公司 也是陆续发生 像是有退款 创办人失踪 网站关闭 甚至是有一些投资者 是完全拿不到钱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也怀疑说 这八家公司是不是也崩盘了呢 是的 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的 就包括有Richway和CYL 那Richway是在4月2号传出 突然停止发放 每个月回酬30%利润 那CYL呢 则是停止发红利 然后推出一个新盘计划 那随着贸校部长还差在努定呢 在4月28号的时候 宣布说就会联合国家银行 警方 国家安全理事会等等呢 就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对付金钱游戏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 又再有六家的集资公司哦 先后在短短的四天内呢 就传出疑似是崩盘了 或者是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这六家公司呢 就分别是GMFX BSV 百乐门 WVC GD Income Builder 还有MaxFlex 这六家 就加上刚刚说过的那两家 就一共是有八家了 是的 其中一个叫做GD Income Builder的呢 今天也传出 在他北海的办事处拆下了招牌 人去镂空的情况 那这家公司的北海分行呢 其实是刚刚在上个月数号开张的 不过办事处一个星期之前已经关闭 今天就发现 原本悬挂在办事处前面的招牌 已经失去踪影了 那早前在社交媒体流传他 这一家公司出现问题的消息 恐怕不只是一个空穴来风 就是连招牌都不见了 应该是一个定局了吧 而且刚刚提到的这几家公司里头呢 有其中的四家 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才开盘的 活跃不到半个月就传出有问题 到底这是不是一个骨牌效应的开始呢 为什么就是有传闻说这一家的公司 他的这个金钱游戏 涉及金钱游戏的这些公司了 就是传出崩盘的时候 其他盘也开始 会有好像陆续都会爆出崩盘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难道这个就是所谓的骨牌效应吗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金融企业顾问 本庄学琴博士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是骨牌效应 这个确实是骨牌效应 整个这个金钱游戏主要是靠 招收新会员的速度 来给所谓的upline钱 所以当所谓现在出现这种崩盘的情况 那么他招收新会员的速度 就减少了很多 而且很多人都说 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在我这边 那么他的那个收钱的速度 一万万了 又要给这样高的回酬的话 当然整个情况就出现了 所谓崩盘的情况了 就好像说1997年金融风暴的时候 银行也会倒 因为比如说你不相信银行的话 那么你就要把钱从银行拿出来 所以如果你一个人从A bank拿钱出来 他不可能把钱放在B bank的 因为他也是害怕B bank会倒 所以每个人拿钱出来 那么银行体系或人间没有钱的话 银行也会倒的 所以你看呢 Money Game 他从开始是给高回酬的时候 这是based on cash 过后他就走向所谓的这分盘 这分盘的时候是根据这个新会员 来进度来推高他的股价 所以他就这分盘了 过后呢 就主要是又在走向 他是除了可以给你cash 他又给你所谓的price system 当这个price system的时候 他把整个速度 比如说你要拿钱出来的速度 就减慢了很多 我们所谓看到我们用那个point去换东西 其实并不是说那个point可以换东西 只是是我们换东西 所谓这个金钱游戏的公司呢 就给商家那个cash 所谓做的settlement 但是他比如说每个抽10%的话 他的nover就也是很快 那么同时他又可以销掉那个point 刚刚说过的呢 就是金融企业顾问庄学琴博士 那博士其实也有在他的这个说话里头呢 谈到了拆分盘这件事情 其实所谓拆分盘呢 他也是叫做拆分投资 这个呢 其实是在互联网上面呢 很常见的一种投资的方式 那现在所知道的呢 就是会投资在一些虚拟的股票 就是会根据新会员进单的数量呢 来推动虚拟股票的上涨 还有他的分拆的速度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会员进的越多 他的分拆的速度就会越快 那他的这个速度快了之后呢 你手上持有的这个虚拟股票的价值呢 就会越变越大了 哦 所以就是说 比如说你用一令吉买一张虚拟的股票 然后随着会员越来越多之后呢 虚拟股票的需求量也会跟着增加嘛 没错 那价值同样的跟着会上涨 当原本一令吉的价值翻倍成为两令吉的话 那原本拥有一张股票就可以分拆成两张 而且每张的价值是两令吉的 所以你手上的股票价值 就会演变成四令吉 以此类推 那前提是要有很多的会员加入 还有抢购这个虚拟的股票 所以你看一令吉在短短的时间内 只要有很多新的会员加入 他就很快的就给翻倍变成四令吉了 你想象一下 如果那些人投入一大笔的金钱 他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呢 翻倍的那个钱 所以应该就是这样子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会进来吧 那另外其实博士刚刚也有提到 就也会投资在一些虚拟币上面呢 所以投虚拟币呢就是用真的钱去买这些虚拟币 然后再用虚拟币赚下的这些积分呢 到实体店面去消费 那这个呢也其实是分拆投资的其中一个方式 是的那刚才庄学琴博士 他也有提到另外一点就是 现在有一些公司金钱有些的公司是采取这个积分制度的 也就是说让投资者一部分是领回他现金的回酬 另一个部分呢就是积分 然后就可以用这些积分去消费啊 买一些他们想要的商品 那这么一来就会减慢投资者 他们抢着拿出钱的那个速度 那么即使这些公司手上是没有这么多的现金 那个公司也不用担心 因为他的会员领的现金速度都变慢了 所以就是说不用把那个现金一直存在那一边 就是他可以就是去用其他的方式去运用这一笔钱 这样他给回酬的时候也不需要一次给你那么多 没错他不需要一次出太多的钱啦 那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招数可以见效呢 其实庄学琴博士就有举例说明 如果呢一个投资者他拿着他的积分去消费的话 他不可能一次就吃几万块的嘛 可能就是几百块最多上限给他几千块好了 这也就意味着呢这个投资者所投入的大部分钱呢 其实是还是存在公司里头的 那么拿积分去换东西 这个方式呢 就是说当投资者去到像商家换东西 例如电器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好了 其实呢就是由这个投资的公司付钱给那些商家 然后每一笔交易他们又可以抽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那这样一来他们其实一方面可以撤销掉投资者的分数 另一方面呢又可以从中抽取一些利润 周转一圈呢其实是也很可观的 好多也就是说他是净赚的 没错 高赚的那公司 OK那其实通常涉及这些金钱游戏的这些公司 他们都会承诺要给你很高的回酬 但是呢像现在JJPTR传出崩盘了 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那很多可能受害者就是钱拿不回啊 还是怎么样的 那在崩盘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迹象呢 中央学情博士就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字眼 那就是回光返照 通常我们要看到他所谓的资金 如果他cash flow很多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他是刚刚开始嘛 他的会员不是很多嘛 所以他的cash flow资金并不是很多 所以比如说100个人 他可以给你2万 1000个人的话 我还是可以给1000个人20% 那个不是很多钱 那时候你需要很多会员加进来 如果这个会员的人数加得不够快的话 他就会奔盘了 我们比如说用股市来看的话 像一个公司要倒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所谓的回光返照 我们看到这个股 它的counter的volume在market很高 通常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有很多所谓的好消息 或者是跟你拍照 他们有很多财产 这些东西都是要给他们增加信心 所以公司崩盘之前 他有一定一些情况 给我们看到 公司其实不错嘛 信心嘛 那么我们就把钱放下去 所以是说有一些的迹象是可以 就是有迹可循的 OK那今天其实也提到说 JJPTR这家公司 虽然说他在传出崩盘的消息之后 他的创办人李宗盛就一直说 我们还会继续推出一些新盘 然后你们一定会拿得到钱 这些方式来安抚这些投资者 但是其实传出有一些公司的高层 这些核心的高层 也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 甚至有人说 他们坚持要拿回他们的本钱 根据新报的报道 在李宗盛2015年5月 推出JJPTR的时候 相信是有10名核心的高层 来帮他拉下线的 其中一名女商人的高层 就透露说 他们不只是自己有投资 他们也会帮公司来宣传 没想到两年之内 就传出崩盘的消息 他自己就投入了 高达30万令吉的金额 所以这些核心高层 主要的工作就是帮他来推广 这样子的 那这个家属其实也有透露 他在去年底的时候 就曾经李宗盛的一名 他的家属就有劝这名女生说 你要早日从这个投资计划抽身 因为相信这个投资计划 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那个时候 他不相信 他不信邪 因为他底下 其实也有上百名的下限 可能让他觉得说 很有信心 公司不会倒闭 或者是崩盘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坚持 留了下来 那现在呢 其实在这10名的核心 高层里头呢 有人就开始失去了信心了 像这个刚刚提到的 这位女商人一样 决定说 他就要拿回本钱 就要离开了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 选择观察 甚至有一些人呢 是觉得说 他们可以继续的参与的 是的 从这个报道看得出来呢 一些JJPTI的高层 其实对这新盘的信心 还是很有信心的 没错 不过 为什么投资者 对这一项 这些投资计划 还是抱持信心的态度呢 那他们也愿意继续投资 而不是吸取这样的一个教训 然后这些投资者 到底是抱着什么心态 而执法单位呢 可以采取一些什么行动 我们同样的访问到了 就是金融企业顾问 张学勤博士 让他来为大家解答 它是鸡跟鸡蛋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是要高回筹 虽然说当局说要take action 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 有什么特别的action taken 所以很多投资者就觉得 是不是是不能take action 或者是这样的游戏 后面是不是有一个大老板 没有办法take action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就讲反正都不会倒 我就take那个risk 反正钱不是很多 所以现在这个盘 都给你30%一个月 只要我说我能够顶三个月 我就起本了 那么第四个月我就赚钱了 所以每个人都有那种 抱着一线的希望 所以他就放下去 如果能够执法原格的话 这个新盘就出来就做 新盘就出来就做 那么那种情况 他就可能会比较容易 看草猪根了 当然这个博士讲的 是有关之前出现的一些 涉及金钱游戏的投资公司 那其实今天又传出了 又有一个新的高回酬投资计划 那这个计划就声称说 只要你投资外汇 每两个星期 就可以拿到高达50%的回酬 就是说你一个月 每两个星期就50% 一个月就是可以把本金拿回 两个月就已经是完全是 方便了 你可以再赚更多了 吉达州副警察总长哈沙 富丁今天早上就说 吉北本铜县 警方昨天接到一名34岁的商人 投报说 自己在去年开始 投入大约5万零几给一名 43岁的男子 进行外汇交易投资 那对方就承诺 每两个星期 可以给出这么高的回酬利润 不过他投资之后 一直是没有拿到钱的 直到警方昨天 就是这位男子 他投报了之后 警方昨天也逮捕了 一名43岁的马来男子来协助调查 那初步的调查就发现 嫌犯是进行非法外汇投资来行骗的 而且是有超过10个人受骗了 受骗的金额是超过350万令吉 那这些警方就会援引刑事法典 第420条文 也就是欺骗的条文 来调查这个案件 其实他也有呼吁民众 在进行交易投资的时候 也要小心一些 不要去投资那些不合理 然后会跟你说回酬超高的这些投资活动 以免自己真的是不小心陷入了一些骗局 用这个法令来对付嫌犯 固然我觉得是有关当局的是一个权利 他刚刚说用的这个是欺骗 但就像金融企业顾问 庄学琴博士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每当有这些非议所思出现的 高回酬新盘出现的时候 就应该要马上行动 就是这一执法单位应该要快刀斩乱麻 应该就可以阻止更多投资骗案的发生 今天每日一字就选来了崩谈浅 这三个字 第一个字崩说的就是 是不是爆发股盘效应了呢 有八家的集资公司也传出会崩盘 第二个字是谈 伊党伊斯兰党和希望联盟还能够合作吗 塞福丁就说还是有得谈的 塞福丁就是西蒙的秘书处的总协调 他说好像还有机会 那这个新闻待会在新闻线里头也会为大家跟进的 那第三个字前说的就是外劳取大马人 这个我们的政府就是说是一个非法的行为 而且涉及的外劳是会被撤回工作证 还有并且遣返回国的 那今天这三个字到底哪一个字是你的每日一字呢 欢迎向到我们的官方wechatfm98underscoremy来投票